一个故事,一段经验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子日儿,夏丽家的儿子两岁多了,每天夏丽都会带儿子去公园散步,玩耍,但是昨天夏丽突然发现儿子身上有许多红种的包包,而且特别痒,儿子总是用手如抓,而且一抓就停不下来。 经过医生的诊断后,医生告诉夏丽,这是被蚊虫叮咬后,引起的丘诊性寻麻疹,这种病在孩子小的时候很容易出现,一定要注意不要让小孩取抓,不然很容易抓破皮肤引起感染而导致化浓荡。 子群提醒,丘诊性寻麻疹,又称寻麻疹心采险,婴儿采险,是婴幼儿及儿童常见的过敏性皮肤病,往往同一家庭中几人同时发病,丘诊性寻麻疹,实际上适从咬皮炎,而现在夏丽到了蚊虫滋生,而宝宝的皮肤通常都很细嫩,敏感,宝宝被疫痒后很容易出现一些过敏感染,父母一定要做好准备, 家里可以常备一些常用的蚊虫钉咬个药。 三,平常尽量少带宝宝去野外,公园玩耍,如果去玩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,不要多让孩子自己去草丛或树林里玩耍,不要用手探树洞,树洞,受学,在野外行走最好穿长裤,长袖,并且要抓紧裤腿,防止小虫子,蜘蛛,蜘蛛,蜘蛛等从裤腿踏进,孩子不爱吃饭, 孩子怕人,胆小,孩子挺弱多病,如果你有这些育儿困惑,请关注我吧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